清洁工大爷竟然一夜之间偷走公司两吨钻石 而且完全不被人发现 而你想破了脑袋都不会知道 他是如何办到的 首先他得找一个合伙人 于是他盯上了公司唯一的女员工劳拉 实际这边劳拉前脚刚答应跟大爷合作 后脚来的公司发现 楼道内破天荒的全部装上了摄像头 包括一个专门监控保险库走廊的摄像头 这意味着他们之前制定的计划完全报废了 于是他跟大爷提出退出的想法 不料就遭到了大爷的威胁 那迫于威胁 明天行动开始之前 他们要事先将表都校准时间 当大爷走到保险库走廊时 他就会立刻给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打去电话 这样可以为大爷争取至少30秒的时间 不过在这之前 劳拉还需要潜入老板家中 拿到保险库的密码 刚好明天老板会在家中举行一场宴会 公司所有的员工都会受要参加 届时就看劳拉的本事了 于是宴会开始后 趁着所有人都不注意 劳拉偷偷溜进了老板的书房 殊不知这一幕恰好被老板看见 出于疑心病